昨天啊,我家发生一件特别诡异的事情 这个发生这个事件的实践啊,是凌晨2点41分 当时我12点多差不多到1点做完直播以后嘛 然后发生的,当时呢,我正准备睡觉 其实我已经睡着了 所有东西留都有记录 而且我有这个证据啊,证明一切啊 然后我慢慢的跟大家说 如果您是晚上收看这条视频的呢 不建议您观看啊 因为这个事情发生的确实是有点诡异 是怎么回事呢 那会儿啊,我2点左右的时候吧 我呢,出去了一趟 大概是2点左右啊 我就在我家门口抽烟 抽完了以后呢 然后我就把门反锁了 把这个安防系统打开了 对不对 然后我就睡觉了 结果睡到2点41分的时候 突然我家狗开始叫 然后紧接着整个的这个安防系统 呜呜呜呜就开始叫下来 因为我家那个安防系统声音特别大 你知道吧 然后就开始叫起来了 然后我现在呢 先慢慢跟大家看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然后让大家看一眼啊 咱们现在就走 这个呢就是凌晨2点41分啊 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家的这些摄像头啊 就在警报响的一刹那 然后都开始录像啊 结果没有拍到任何的东西啊 然后也是让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一楼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它上面说啊 一楼的一楼的这个有人啊 运动传感器检测到了人 可是你们看到下面的那个 倒数第二个了没有 倒数第二个 2点25分的那个意思就是说 我把系统打开了 已经调成了home 就是在家的那个模式 还把门锁上了 可是在在家的这个模式的这个情况下 是不可能出现啊 运动传感器侦测到东西的 因为运动传感器在这个模式下 根本就是不启动的 所以说也不存在是我摁错了 就很诡异这个事情 我跟大家说这个事件诡异在哪 而且绝对100%不可能是误报 因为什么呢 首先啊 我家的这个系统的容错率 非常非常的低 美国的安防系统 如果你用过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啊 容错率是非常低的 它可能出现误触 但是它不可能出现错报 你们看吧 错报在系统上就是不允许的 我跟大家说几个恐怖的地方啊 大家啊 想一下就明白了 首先有很多人说 哎 那你的这个东西 那就是人家可能把狗啊 误当成这个入侵者了 或者把猫误当成入侵者了 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 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 模式不能是home 必须是away 就是说模式不能是家里有人的这个模式 必须是家里没人的那个模式 那个模式需要45秒来沉淀 而且那个模式一旦实行了的话 哎 楼上楼下各个卧室是有运动传感器的 那么有人一旦在卧室走呢 哎 他是会侦测到的 知道吧 啊 有时候猫狗啊 可能侦测不到 因为我那个安比较高 但有时候猫爬高上 你他能侦测到的 但是记录明摆的显示了 我锁门以后 我调的是有人在家的home模式 home模式运动传感器根本就不会启动 那他为什么会爆呢 那就说明那个时候在一楼的客厅必然有一个东西在那走 而且我告诉你们如果一旦出现误触的情况 我家的狗叫两声就不叫了 那个出现误触的情况以后 我家的狗一直在叫 一直在冲着前窗户的地方在吼 然后当时啊 我虽然说视频里没有展示我客厅的视频 因为我光着膀子不好放出来啊 我当时是拿枪直接把门打开 追到外面 把整个屋前后检查一遍 是没有人的 你知道吗 是没有一个人的 我大概拿枪反应到门口出去检查 全下来15秒 就让他跑得再快 我也能看到一背影吗 没有 而且最逗的是他显示的是在我屋子里面 运动传感器是传感不到外面的 只能传感到屋子里面 然后我又把我家每一个角落 从上那样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卧室 每个计较嘎嘎嘎都找了一遍 没有人啊 没有人最逗的是 他不光是客厅那个运动传感器 还有一个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还有一个就是前窗的那个传感器 也想了 前窗那个传感器 我告诉大家怎么想 门的传感器跟窗的传感器啊 只有你把它外力把它打开 他两个错位了 或者他两个 他他他门 他门之间错位了 或者他窗户之间错位了 他才会想 你知道吧 就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有人同时在开窗户的同时 他又走到了客厅 然后他又被 那个监测到了 你知道吗 他才会同时想起来 但是 我起来出去的时候 我明白的看到窗户 从里面是繁琐的好好的 然后整个的客厅的运动传感器 他就在想 然后整个的 然后直接 只用了十几秒钟 二十秒钟 因为半夜嘛 安防公司就给我打电话 问我有没有事 我报了安全码以后 他们从视频里都能看到我 看到我举个枪在那跑 他们说你有没有事 我说没事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太诡异了 就算是一个贼 你翻了窗户进来 对吧 但我家前窗 就是被打开的那个 运动传感器 被打开的那个传感器 前窗传感器 跟运动传感器 根本就不在一个地方 他如果想触发到运动传感器 他必须得是 从窗户这进来 翻进来 然后走到客厅 才会触发传感器 中间会有一个 十几秒的间隔 不可能这俩同时就想了 你明了吗 你明了我的意思吗 除非是这个人 直接破墙而入 墙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 然后直接一下走到了客厅 前后只用了几秒 这俩同时想了 只可能是这一种情况 所以说昨天我找过前屋以后 找过后屋以后 我不怕进来贼 进来贼我就直接搂火了 我就怕进来的不是贼 你知道吗 然后全程完以后 当时我腿都是抖的 就弄完这个以后 因为我什么都没找到 前屋后屋什么都没找到 然后狗叫了差不多有个 几十秒吧 才停下来 然后把那个传感器关了 狗再停下来 我一直在客厅 拿着枪坐在客厅位置上 一直等到这小狗睡着了 我看狗打起呼噜了 因为据说狗能 预知到一些人类 预知不到的危险嘛 对吧 然后我看狗没反应了 我才敢睡 睡之前 我还专门的 就是想了一下这个事 就是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想了 我实在是说服不了我自己 谁能拿出一个 就是这个合理的解释 来告诉我一下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 你就说这个世界上 很多的事情 真的是无法解释 你看这个事情 幸好是我家的这个安保系统 你说留下了这个记录 你说要没留下了这个记录 那真的是 当然你们也可以认为 是我伪造的 但是我不可能同时做到 在开窗户的同时 再跑到客厅 再去触发那个传感器 这个传感器 这两个传感器 这两个警报 我是控制不了的 而且在home的模式的情况下 用过安保系统的朋友们 一定知道 在home的模式的情况下 你是没有办法触发 屋内的运动传感器的 因为美国的安防系统 基本上它所有的东西 都是要上传到云端的 中央计算机 输控的 你知道吧 然后因为你一旦有事 人家是要派警察来你家的 然后后来 过了很长的时间 然后那个安保公司 过了大概十几分 又给我来一点 可是那女的觉得不保险 她说你真的确定 不需要警察去你家转一转吗 她说我真的在 里里外外的赤上镜头里 没有看到任何的东西 我说我怀疑 那就不是任何的东西 应该没有东西吧 然后那个女的说 半夜你别吓我 我说我不知道 然后她就把电话挂了 因为美国嘛 没有这方面的禁止嘛 所以说这个事啊 一发生 当然白天我现在已经没事了 然后阳光洒满了全屋啊 又觉得世界很美好 但是始终觉得这个事 真的很神奇啊 但是也很诡异 很恐怖啊 你们知道尤其半夜的时候 就是那个心情 我觉得我睡着要 啪被吵醒 你知道吗 然后紧接着狗叫 然后拿枪出去看 我靠 什么都没有 所有窗户都关得好 因为我家是 为什么能一时间弄跑 窗户不但关好 窗帘都是拉下来的 晚上啊 晚上入夜啊 窗帘都拉下来的 你说这人 就算他再快十几秒之内 翻出 就是从客厅跑到窗户翻出去 然后再把窗户从里面 手啊 分进来 从里面反锁 再把窗帘拉下来 十几秒你是觉得做不到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 我就觉得 哎 反正从小大大这种事情 也不是第一次遇见了 只能说这种事情 我觉得很神奇吧 然后拿出来 跟大家这个 分享一下 然后因为这个 由于我爸我妈的 那个卧室的二楼啊 在锦里面那卧室 所以说想了 我也不知道为啥 我爸我妈就听不见了 然后完事了 我爸我妈 这个 就一直在那睡 你知道吧 然后 但是这个 警报声特别响 然后 但是因为我睡一楼嘛 我就听得很清楚 我就被吵醒了 那行吧 那这一期呢 就聊到这儿 其实这个事儿 我现在想起来 还是有点后怕 因为我这个人嘛 是吧 你如果要是人 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是吧 我也就自我安慰 借泊下驴了 可是没有啊 没有 也不知道为什么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行吧 那这一期呢 咱们就聊到这儿啊 以后有什么生活里 有意思的东西 再跟大家汇报 这一期呢 如果是你听完以后 觉得有点奇怪啊 或者是你晚上听了 我觉得可能有点害怕啊 这个我也很抱歉 因为我们实在是 没有更别的事情 要讲给大家 这个事情就是 昨天晚上刚发生的 而且是真事儿 真实发生的 行吧 那这一期聊到这儿 大家拜拜